欢迎收看洪流洞见 在世界洪流中一起洞见未来 我是主持人洪淑芬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 严正生教授老师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老师我们以前的大部分的时间 节目当中都在讨论是 中美之间的大国博弈 但是呢大国博弈的力道呢 除了在印太地区之外 现在呢又延伸到了非洲 非洲这个部分我们比较少来讨论 我们今天花了比较多时间 来讨论一下非洲 因为现在看到除了像是 俄罗斯 印度 日本 中东 还有韩国很多的国家 其实呢他们现在把这个 地缘战略的博弈呢 是已经延伸到了非洲这一块了 所以在接下来呢 非洲将会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尤其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中国外长王毅 在也是连续34年 每一年的开春 第一次的外长的访问 就是锁定都是在非洲 那今年也不例外 已经连续了34年 那我们看到 这不仅是说一个传统而已 它也同时释放了一些讯息 那我们待会儿请老师 好好来跟我们谈一谈 为什么会选择在非洲 还有就说 其实中国在半个市值之前 就已经呢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呢 在这个非洲呢进行的这个部署 可以说是高瞻远瞩 那包含了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今年年初的时候 也是访问的非洲 老师怎么看 就是说中国大陆呢 在半个世纪之前 它就已经在非洲这块大土地上呢 来进行建设 老师怎么看 首先就是说第一个大陆是因为 它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 那很多的非洲国对抗 我们讲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所以很多的非洲在50年代 大陆刚建政的时候 非洲还在殖民当中 所以它是支持这些 对抗这个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 可能说独立运动 所以长期是站在这一面 那后来当然有些国家 国家独立之后 其实我们台湾也跟 他们建立了邦交关系 其实关系维持得还不错 但是就变成是非洲是一个 中国大陆有一些 对一些反西方国家的 这个非洲国家是有吸引力的 那再加上中国大陆 也想进联合国 所以对于这个非洲的这个票 是觉得说很需要 所以当时50年代 其实就是台湾 50年代60年代以后 非洲国家独立之后 就是台湾跟大陆在非洲在禁足 要争取这个票 在联合国的票 那我们在前十年 说老实话还蛮成功的 那可是到了1971年 那第一个就是 你美国的寄星级 先去访问大陆 大部分的国家 都会觉得风向变了 觉得美国要跟大陆 有一些关系的改善 我们看到第二年 日本就已经跟我们断交了 然后当年1971年 暑假是寄星级访问 然后到了那个9月10月 联合国投票的时候 我们就被被迫退出联合国了 所以这个就是大陆一直认为说 讲话会讲得很漂亮说 他说我们是靠非洲人 抬进联合国的 常常会讲这一句 可是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很重视 他进了联合国之后 我们非洲的邦交国 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然后到了1980年代 大概只剩下四个 就是西非的一个塞内加尔 再加上南部非洲的南非 马拉威跟现在的 我们的唯一的邦交国 斯瓦蒂尼 然后1983年 向阿海岸断交之后 我们跟向阿海岸断交之后 那就只剩南部的三个 所以大陆那个在80年代 说老实话我也对他们 这个有一些批判 就是他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 独立的对外开放 他大部分来往都是日本 欧洲跟美国 因为80年代他们改革开放 也跟美国建交了 所以整个的趋势就是大国的 那但是到了1989年 他们发生了这个天安门事件之后 那天安门事件之后 大陆发现他被国际社会孤立了 他又开始回头来找非洲国家 因为他要非洲国家支持他 比如说在联合国里头 重新定义什么是人权 因为大陆是希望说 人权不是只有政治跟公民 人权还有社会跟经济的人权 所以他希望像是寻求非洲 这么多的票数的支持 对对对 所以他90年代 一看马上1991年开始 就是等于是每年都到这个非洲去出访 就是外交部长 从前激生开始 那历经了我们这听 可能大概有些人听过 唐家璇 李肇星 然后下面一个大家一定听过 杨洁篪然后到王毅 秦刚只有一次嘛 现在又回到王毅 所以大概每一个部长 每年一月份一定到非洲 这个是已经连续34年 从1991年到现在 刚刚主持人已经讲了 那他们现在到过的非洲国家 大概几乎已经是全部了 除了只有三个国家 他们没有去 一个就是索马利亚 可能索马利亚 可能就1990年代开始 就是都在这个无政府状态 或者说军阀割据 那这个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南苏丹 那现在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的邦交国斯法定尼 但其他的都去了 所以每一个包括我们过去的 几个邦交国断交之后 他们外长马上就去了 包括马拉威也好 或者说像这个近年来断交 布吉纳法索跟那个 圣多美普林西比这些 他都有去 所以这个就是他经营非洲 非常勤快 那非洲人都永远记得这一个 如果我们看这一个 相对于前面 虽然说他们好像很重视非洲 60年代而经营非洲 很需要他们的票的时候 其实只有一次是周恩来 在1963年年底到 1964年到非洲去访问 那那个时候就提出了 和平共处的五原则 然后讲到中国大陆 会援助非洲 会帮忙非洲 然后后来我们就看到在 在文革期间大陆就承诺要帮 被困在内陆国桑比亚 做一条铁路 因为它两边 左边是安格拉 右边是莫山比克这一头 然后南边是南非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地图 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国家你看 它就是在这里 在桑比亚在这 那它的铜要出口 这边是莫山比克 是葡萄牙殖民地 这边是安格拉 也是葡萄牙殖民地 那往南呢 这边是南非要出去 都不友善 因为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大陆就帮它从桑比亚 接了一条铁路 接到坦尚尼亚出口 让它不至于 那这一条铁路 在1970年代 开始兴建到75年完成 那这一个故事 在非洲就天天被传送 就是认为说 它给示范去的概念 对 反正是给示范去的 其实大陆真的 我觉得说 第一个你外长 只有在那个60年代 周恩来的时候 总理兼外长他去了 后来其实断了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去 你也可以说是文革 可是80年代 好像外长也没有固定每年去 不像现在 所以是真的是他被孤立之后 他又回到了非洲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的援助 确实是有一些 那大家会觉得说 当时其实大陆的经济 并不怎么样 文革时期大家都知道 还一红二白非常落后 但他愿意花这么多的钱 做这样的承诺 那这个是非洲人民 比较感激的部分 就说在中国大陆 那个文革时代 他可能自己内部的经济状况 都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 他就投入了很多的资金 很多的建设在非洲 所以这个部分 对于非洲人来说 是很感念的 那老师我们刚刚讲的是 这个过去的一个 非洲的历史 中国大陆跟这个非洲的 一个建立的一个 情谊的一个历史 但我们来看到 现在的这个非洲 因为很多人对非洲 还是有一些刻板的印象 比如说可能是 种族上看起来 都是肤色比较黑的黑人 然后呢 非洲的天气很热 然后呢 可能它的作物好像又不多 然后对于非洲 有很多的这个刻板的印象 包含的医疗不是很好等等 或者说它的政变很多 但老师其实现在的非洲 跟我们想象的一些刻板印象 好像是不太一致 就是包含比如说天气很热 其实也不见得 它有一些地方 其实天气是天气很好 我这个必须要讲一个故事 我常常到非洲去 那我去那个肯亚跟乌干达 回到台湾暑假八月份 我同事就问我说 哎你怎么没有晒黑 我说人家温度才二十几度 我说比台湾好多了 又干燥 然后温度又很凉爽 我说非常舒服 我能拿一趟台湾三十几度 然后湿度90% 所以确实像主持人讲的 你在东非在南非南部非洲 天气其实是蛮好的 即使在西非我有去 他们雨季夏天 温度大概就是三十度 三十度其实也不是很舒服 都比台湾还要舒服 比台湾凉快一些 那当然也有点潮湿 事实上是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热 当然北非沙漠里头 那个是很热的 但是干燥嘛 早晚还是还好嘛 所以确实是热 但是也不见得比台湾热到哪里去 除了这个天气之外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土地 其实算是相当的肥沃 包含它的石油量 包含它的矿物 包含它的这个作物 其实呢我看的 之前我看的有一位是 这个台湾经贸协会的 这个荣誉理事长孙杰夫 他曾经有一个演讲 那他就描述 因为他在非洲 也是经营很久的时间 所以他也很了解非洲的情况 他说其实非洲的土壤 都是非常的肥沃 只是因为当地的人 可能比较懒惰 没有去耕耘而已 其实他们有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作物的 所以我们对于非洲的一些想象 真的没有亲自去的话 真的不是那么的理解 所以我们看到 刚刚你提到这个作物 大陆有很多人觉得说 在大陆农地也越来越少 然后大陆土壤 其实真的不及非洲 也不及美国 所以他们有一些 就在非洲开始自己买的地 然后就在非洲开始耕种了 甚至有韩国都认为说 如果海水上涨 韩国的地越来越少 以后他们也在非洲开始买地 可以移民 至少只有买农地来种东西 所以确实是 特别我提一个在南部非洲的国家 叫星巴威 我们一起来了解非洲 在这个星巴威 这么小一个国家 在这里 如果你今天看它的农业生产 大概可以 几乎以前最好的时候 几乎可以把整个南部非洲都养活 光是这样一个国家 就好像我们讲乌克兰 乌克兰如果你土地好好种 可能可以亚活欧洲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 它的土地真的还是不错的 那可能是因为 可以种太多东西 然后有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可惜是 它好好的农地 变成去种经济作物 那因为大家都喜欢喝咖啡 喝茶 那如果说这种可可 这些经济作物 其实对当地人民的粮食没有帮助 但是对西方殖民觉得说 哇 又可以便宜用当地的劳工送 然后在西方加工 所以真正他们非洲人 只赚到了最低年的劳工的价格 但是真正后续加工 从你看譬如说 非洲最好的可可 送到比利时变成多贵的巧克力 送到瑞士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 没有所谓附加价值都跑到欧洲去了 所以现在其实像在咖啡界 很多就讲公平交易 就是希望能够真正的 可以帮助当地的人民 那老师我们看到 现在其实中国大陆 在当初跟投入了很多的资金 在非洲是因为他希望 在联合国有多一点的票数 但是我们看到他这几年 就是说他投注在这个 非洲的一些基础的建设 包含铁公路包含的港口 其实这个部分真的是帮助到了 现在非洲当地的很多的国家 老师这个部分 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地图上面 就是说譬如说讲到桑比亚 那桑比亚左边的国家 就是安格拉 那安格拉过去有一条铁路 他们也是为了开矿用的 就是葡萄牙人修的 那后来就废掉了 那中国大陆又把它重新连接起来 等于是现在就在连接一个 从西非到中西非到东非 这样的横跨非洲的一个铁路 所以这个有在做 然后呢大陆各地 就是在帮忙比如说做港口 在肯亚做港口 然后帮人家修很多的 我们讲说新的货柜码头 所以他修了大概有二三十个 这种他们是说有几百个 可是二三十个国家都有他在参与 那除了这个码头之外 这个还有就是他在肯亚做高铁 那等于是连接了首都到这个 肯亚也有高铁 肯亚有高铁 肯亚的高铁还穿制服的很漂亮的 所以就是大陆等于是把他 我们讲说过剩的这种 国内的人力生产力 就移到非洲 因为他大陆就是 我们讲说是基建模人 大陆已经盖了多少 而且他们盖铁路超级快 又快对不对 然后越盖越熟悉 所以速度就更快了 那这个就是他们现在在非洲 很大影响力 然后包括机场也在帮忙修建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美国特别担心 我们刚前面提到 这个大陆在这个冷战期间 希望跟台湾有这个竞争 然后大陆也是让美国 现在特别担心 因为主持人一看头就讲说 好像美中之间的竞争 也跑到非洲了 为什么 因为大陆对非洲 现在这些这么多的港口 甚至有些机场 他帮忙做建设的时候 一定会拿到他们 所谓的一些重要的资讯 蓝图这些等等 所以大陆今天要再选 他比如说他在吉布地 已经有一个军事基地 他可能现在在西非 想选第二个这个港口 作为他的军事基地 他对这个当地的水文也好 对当地的整个的这个资讯 大概都掌握了 他都非常了解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个是我觉得美国 比较担心的部分 但是问题是美国真的 他现在要在非洲 要去帮忙 也来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是比较难 他想要现在要进入的话 要去进入 其实难度门槛高了 因为这个 就是说你没办法跟他竞争 接运气已经被 接运气已经过 除非他今天支持 其他国家来做 就譬如说 我认为他应该就支持什么 可能就是土耳其 或者其他一些印度 愿意来帮忙在这里头做 那这个可能还有点竞争力 可是这就是大陆现在 让美国比较担心的部分 那另外刚才前面 我们主持人提到 说这个外长每年都去访问 巩固邦交 可是呢 我们看到在拜登总统之前的 川普确实也不太想理非洲 因为川普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他每次一说去非洲就说 这个是毛坑 然后很落后 结果后来有人说 你怎么能这样子讲话 他说对不起我讲错了 是毛坑 不是毛坑 那非洲人就说 谢谢你啊 川普总统 你帮我们家盖了一个屋顶 那这是川普的态度 所以川普的内阁 几乎没有什么人 会去非洲访问 可是反过来来看 美国拜登总统上任 过去这三年 你就看到 第一夫人有去 然后 驻联合国大使 去了四五次了 然后呢 很重要 布林肯每年都去 然后还有 他的国防部长也去 甚至是副总统也去 然后连叶伦都跑过 所以你就看到 然后气候变间 凯瑞也去 然后戴琪 这个贸易代表 所以他的内阁 几乎有一半都跑去过 那这个跟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现在就是本来拜登说去年要去 但我也觉得他年纪大了 可能不适合这样长途跋涩 但是几乎所有可以去的 他们都有去 所以态度上面确实是有改变 他们可能也意识到说非洲的重要性了 当然意识到 意识到就是说 不单只是重要性 就是你美国说 好像每天在喊民主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跟民主站在一边 结果你看非洲现在国家 越来越不民主 然后有好几个 刚才主持人一看到就讲 军事政变 然后一堆军事政变 过去几年 真的整个西非 特别是法蜀的殖民地 以前的都经历过军事政变 那所以你美国再去谈民主人权 什么这个价值等等 可能没办法赢得非洲的人心 或许就像中国大陆一开始想要的 重新定义人权 对 可能这个部分 美国发现不对了 所以美国发现 这个美国现在很辛苦 就是他在那边的基地 可能因为本来有的一些 住的一些基地 可能会因为军事政变之后 比如说泥日 可能美国现在留不住了 那会不会变成 我们讲俄罗斯的这个瓦格纳集团 又开始进去了 所以美国现在面临的非洲 挑战不只是来自于中国 连俄罗斯都是 对不对 在这个西非 在中非 甚至在东非 甚至在苏丹 这个瓦格纳集团 好像都有他的踪影 甚至到南部 东南部的这个墨山比克 瓦格纳集团 好像也有在介入 所以你就觉得说 美国一方面要挑战 要面对大陆整个 这种基础建设 开发援助 然后再加上他们 不断的这种政治的动作 去支持非洲的一些理念 这个挑战已经够了 结果又加上俄罗斯又复活了 然后我们刚讲到 俄罗斯 就是说在过去 他这个已经办了两届的 俄罗斯跟非洲的高峰会 就是俄罗斯以前跟非洲蛮远的 虽然他在冷战期间 有支持安格拉 什么支持这些对抗殖民主义 但是冷战结束之后 其实他也没有再回到非洲 可是过去十年就发现不一样了 所以美国现在面临的挑战 在非洲不仅是来自于中国 连俄罗斯都是 所以我应该修正一下 不只是G2两大中美的博弈 可能连俄罗斯也是要加进来 俄罗斯这个也不能消去 俄乌战争的时候 对 有非洲国家感念瓦格纳集团 帮忙去打仗 当佣兵啊 对 到乌克兰去当佣兵 所以是这样子 那老师我们看到 就说中国大陆在 这个非洲的一个建设 除了基础建设 它的速度非常快之外 那当然有基础建设 人员也会进驻 所以在非洲其实呢 中国人也非常的多 不管是去工作 或者是去开公司 去做生意的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因为怎么样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你有这种 所谓的国营企业嘛 到非洲去帮忙做基础建设 或投资 那大部分国营工程师 其实语言能力不怎么样 所以有些人就会需要一大堆 比如北京外语大学的 这些各个外语大学人才 有英文的 有法文的 有葡萄牙文的 他们都跟着去 那这些外语人才 帮忙做一些翻译以后呢 马上他那个人卖广 那个网络就建立起来了 比如说 在机场要进货 什么东西打通关啊 都会了以后 他跟你这约三年到期了 他自己来做 落地生根 直接自己做生意 因为他讲灵活 语言没有问题 然后他在这个三年期间 天天跟政府官员 或者海关打交道 所以他要进 什么东西都方便了 那后来就自己 在那边成立公司 你看连这种都有 然后我甚至碰到 在非洲的大陆年轻人 我是在啃牙 我说你做什么工作 他说 因为啃牙有很多 大陆的集团在那里 投资啊什么各种 那为了要让当地觉得说 大陆不只是来投资 或者取你们的矿产 或者等等 那还愿意做一点 我们讲说 社会企业责任 不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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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R 所以他的工作是什么 是帮大陆的企业 找他们可以援助 或者捐献的对象 做一些善事 做善事 他就专门说 帮你做公关吗 说你今天到哪里 去说这个孤儿院去投资 这个学校的赠送 他们器材 他专门做这个 就是你看规模 可以养这样的人 然后大陆 那是要有一定程度 当然要有一定程度 所以大陆上面 他们就讲说 有一本书就很重要 它说 非洲是大陆的第二个大陆 就是第二个大陆 这个大陆还非常的大 面积也非常的大 国家那么多 我必须要讲一下 非洲是中国 美国 加上欧洲西欧 印度日本 全部放进去都比较大 这块大陆面积有这么的大 可以放这么多东西进去 所以你看而且国家有 我应该讲54个还是55个 54个 55个都可以 54到55个国家这么的多 它光是这个钢国 看起来这么小 不怎么这样 它比法国德国加起来大 所以它商机都在这一块大陆上面 在未来下一个世纪 可能所有商机都在非洲大陆上面 而且最重要是它的人口红利 你知道我们台湾人口平均年龄是几岁 你说寿命吗 不是寿命 就是我们全部人平均现在中位数 中位数在哪里 中位数是 我们是42 42岁 非洲18岁 18岁 所以它年轻人超级多 年轻人超级多 然后它现在生育率还是比较高 对 所以现在的非洲人口 超过印度 也超过中国 对 就是整个非洲比中国人口多 也比印度多 老师我待会会讲 其中一个国家就是奈及利 我昨天查了一些资料真的有点吓到 奈及利亚呢 这个国家 现在人口就有一亿多人了 预估在2050年之后呢 它会挤下美国 但这个国家 它会成为全球第三大的国家 就是它的人口 光是它的人口 所以这个让人非常难以想象 就说 我们以前可能 没有那么多的关注 在非洲的这块土地上 但是它可能是下一个世纪呢 这整个战略的重要的一个博弈 所以就在非洲 那老师我们看到就说 我刚讲到这个奈及利亚 这个国家真的是蛮有意思 因为我查了一下资料 就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的地理位置好了 老师我们看到 西非 这个地方奈及利亚 看起来就是 好像也不大的一个国家 没有特别大 但是至少它不像北非国家 你看这个北非白白的 就是撒哈拉沙漠很多 但是它是有余余的感觉 已经到了南辕了 撒哈拉沙漠 就大概在北边一点点一部分 那这个奈及利亚 那它人口现在是有一亿多人 那对不起两亿了 两亿了 已经两亿了 然后呢它的这个妇人 就是说借铃生育的妇人 她平均每个人 会生下5.5个小孩 甚至有到7.8 就是说她一个人 一对夫妻生下的孩子 都5到6个小孩 就是她的速度非常的快 然后看到就是包括了 她她其实呢怎么说呢 她已经算是整个非洲 最大的经济体 我们都以为说是南非 但是不是 因为她人口多 是人口多 所以她是在奈及利亚 而且她她的整个石油输出 那是全全球的石油输出国的 第八大 所以我们真的很难 不能小觑这个非洲 就光是这个奈及利亚这个国家 那奈及利亚当然就石油 是非常的丰富 那可以说是中国大陆 在整个非洲最大的一个进口 就是从奈及利亚买油 那所以奈及利亚在非洲 不仅是人口多 资源丰富 那也是就是 等于是整个非洲的缩影 怎么讲呢 就奈及利亚从独立之后 它一开头是 就是采取英国的制度 所以有这个总理 有这个不同的区域有总理 那结果后来她变成总统制 她经历过民主 经历过军事政变 所以她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 有各式的这种政治的形式 然后再加上她打过内战 军事政变 刚主持人提军事政变 她也经历过好多次 所以所有非洲发生过的政治现象 都曾经在奈及利亚发生过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说 如果我们要对非洲有了解 你就光是研究奈及利亚一个国家 大概就可以apply到所有的国家了 所以奈及利亚很重要 那更重要的是 它在西非的龙头地位 那我们讲到这个ECOWAS 就是西非有一个叫做 西非经济自由市场 这些国家 那这些国家里头它最大 然后再加上 如果今天有任何的政治问题 或内战问题 他们这个组织 西非这个区域组织 会派维和部队 也是以奈及利亚为首是瞻 奈及利亚又是 所有世界国家 今天要跟非洲打交道 非洲就说 非洲联盟选了四个国家 跟譬如说欧盟谈 跟这个OECC对谈的 这四个国家呢 要有代表性吧 就是南非当然有代表性 奈及利亚 然后下面再另外两个 要怎么选呢 它一个就选了一个阿尔及利亚 在北边 因为是代表阿拉伯社会 那要再找一个法语国家 可是很对不起 法语国家好像现在都表现不佳 对 老师我刚好有做了这样图 对 如果你们看这个图 对 法语国家这么多 蓝色的这个国家 那阿尔及利亚 虽然是讲法语也有 但是还是阿拉伯国家 那所以一路下来 我们看到的 譬如说这些刚果 中非共和国 查德等等 其实都是军事政变 什么都不好 所以向阿海岸 本来是最好的一个 但是也发生过内战 跟军事政变以后落后了 所以最后他们就选了一个 叫塞内加尔在这里 那这个塞内加尔呢 真的其实也不怎么样 但是呢 就是因为比较 从来没经历过军事政变 整个西非只有他一个没有 所以他被选卫生 所以就是说 就当别人都倒了 那就是你看起来比较好 所以他们就选了他 那可是就表示 奈及利亚非常重要 就是譬如说到G7开会 到这些都会找他 所以难怪说 为什么塞内加尔这样一个国家 我们就觉得 为什么它那么的重要 原来是相对于其他比较 都很糟糕嘛 因为我们最近看 听到的什么玛丽 布吉纳法索 吉内亚 尼日 啥的 发生军事政变都是法属的 老师我这张图 其实让大家看 因为刚刚老师有提到说 中国大陆派了很多的人才到非洲去 那很多会讲法文 德文 或者讲葡萄牙文 英文 那是因为这些非洲国家 他们原本有很多的属地 就是殖民地 分别有很多像西班牙 意大利 法国 比利时 德国 然后还有葡萄牙 英国 对 所以其实整个的非洲国家 原本是很多西方国家的殖民地 所以呢 它的整个文化也是非常的多元 语言也是很多元 那保留到现在 就是说影响到整个的非洲 没有错 所以我们大家看就是 我最常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刚刚 这个在中国大陆进入非洲之前 所有的非洲国家的 第一大贸易伙伴 绝对不是他隔壁的国家 你会觉得很邻近 不是 一定是殖民母国 都是跟母国 都是殖民母国 所以我自己 譬如说我以前从塞内加尔 要到这个向阿海岸 到这边 那向阿海岸 这个过程呢 我的朋友就跟我说 他说你这个飞机很难搭的 他不是在隔壁吗 对 但是你不如飞回巴黎再下来 哈哈哈 飞回他的母国 然后再回来 那个班子还比较多一点 要多一点 而且是大飞机 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这个是 就是一个笑话了 就是得是 过去是这样 现在就好很多 现在非洲的譬如说 伊索比亚航空 肯亚航空 南非航空 这些都慢慢越来越强了 但如果说中国大陆 在这边铁路建的够密集的话 可能以后就是铁路 一搭克能做 现在他们也在帮忙做 沿海的铁路 所以真的是 确实公路很多 那我自己去了很多地方 我有一次去墨山比克 就看到他们外岛 就有点像我们 离岛 有点像比龟山岛要大了 就是有点像我们跟蓝宇之间 那他们就说 他说大陆要可能要帮忙 做一座桥过去 我说这么远 结果再一次第二次去的时候 已经做好 速度有够快的 对对对真的是 中国大陆在这个非洲建设基建 真的是速度很快 而且他们的SOP 就完全都已经有一套了 对而且他们会在那边 你知道开好多的旅馆 所以他们开的旅馆 等于大陆的工程人员 或什么有些就住在里头 也有帮忙 然后所有的企业 等于是一条龙 就是有这个 那大陆 而且他们在非洲 他们的外交官去 很多就是不仅是 刚才我们看到前面有一些 他中文学校也有 所以整个家庭可以过去 可以有厨师烧中国东西 有老师教中文 就是整套 那我有一次碰到一个 大陆的一个外交官 他在这个西非在加麦隆 我说你是做什么的 他说他是摄影官 摄影官 专门就是帮非洲 保留一些东西去到处去拍 然后大陆帮非洲 再做一些这个记录 所以你看他们 人力有这么多 然后再加上 就是说他的整个已经庞大到 包含就是连这个摄影官都已经有了 对对 所以可见他是 就单做摄影官的都可以去 那我也碰到 在北京碰到过几个 在这个叫做社科院 这个西亚非研究所的研究院 他们就是固定 有的时候会 在他们的这个研究当中 固定有一两年会去非洲做落地研究 就是田野调查研究 但这个是完全政府支持 那他可能在大使馆里头 有一个办公室或怎么样 但是根本平常就是说 完全不需要管这些 比如说乔务的工作 或者外交事务 除非比如说今天习近平来 他可能出去捧个场 这样子而已 那但是平常都在做研究 所以他们这个研究人员 研究非洲也非常彻底 就是我们去想 我们大家很多人会去研究非洲 比如说研究他的资源 怎么样开发 研究他的环保议题 研究他的政治 像我研究他的政治等等 但是他们有人去研究非洲的教育 你知道我们台湾一听教育 研究芬兰 研究什么澳洲 加拿大 美国 比较先进的国家 他们有人去研究非洲的教育 然后就看怎么样能够帮忙 做一些改进 然后有哪些是他们可以投入的 所以他已经是全面性的 在协助非洲的每一个产业 每一个层次 层面的一个帮助了 那老师我们刚刚回到 就说奈吉亚这个国家 他被称为 被中国人称为是 非洲的小上海 有一个他们的以前的首都 就是Logos 那是不是就说 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些影片 就是你在非洲 会经常看到很多的简体字 然后他们拿着手机可能是华为 就说他们跟中国的依存度 其实已经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我最记得我先到 伊索比亚那个机场 在阿迪萨巴巴出来一看 他这边前面有了一种 我们叫什么 就是帮忙旅客的那种询问处 上面写中文的 就写中文的 这以后我们要是像台湾 如果要去华人要去非洲去旅行的话 就很方便了 哎呦 像我在南非 就有的时候走在市集 就会有人叫我说 哎来啊来啊来啊便宜啊 跟你讲中文 对对讲中文 然后就好多会中文的 因为你说黑人 黑人 他的肤色比较黑 对但是就是当地的黑人 但是他们中文都会讲 中文跟非洲人的语言比较接近 白人学中文 有的时候抓不住我们的这个 这个第几身 他们抓得到 非洲比较容易啊 非洲比较容易学 然后有一次我在狮子山 在这个西非非常落后地方 就旁边那种 有点像我们以前 小时候那种噶妈滩 就是那种小滩子 然后一个板在那边 放个黑板在那边教中文 在那边教中文 对有人在那边教 就是他们有这个叫做幼婴 很多非洲人有幼婴去学中文 所以我加入了一个组织 也不少是奈及利亚人 叫做ACCA 就是African in China Chinese in Africa 这个组织 那就研究他们 在大陆的非洲人也很多 你看广州 广州有一个区域叫做巧克力区 都是黑人多 然后就是在浙江 譬如说义乌 他们到中国大陆去念书了 念书的 还有没有做买卖的特别多 广州每年交易会上面 他们买很多东西 然后到浙江义乌小商品的地方 也都是非洲人很多 所以非洲人到大陆很多 那大陆到非洲也很多 奈及利亚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做很多的贸易来往 奈及利亚本身又不仅是 我们讲说经济规模大 它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是全球 可能是生产电影最多的 生产电影 没有不比印度差 它这个数量 对 我们在讲全球三大影城 好莱坞 保莱坞 它叫那利乌 那利乌 那它的这个那利乌 因为奈及利亚拍电影 对不起 我这个有点可能对不起 我们这个当年的这个穷妖的小说 刘家昌拍电影什么 就是几天就可以拍完了 一个就是在这客厅餐厅 什么什么 武厅我告不清楚了 反正就是电影 他们就是在家拍 一下就拍成一个电影 就是 它的场景在一个房子里面 场景就是在一个房子里头 在一个社区 其实它拍的社区 都有点像我们台湾的社区 很漂亮的房子 然后都是中产阶级的人 然后都是这个什么媳妇跟妈妈 有着矛盾啊 你说奈及利亚的电影 都在谈也是会拍媳妇 跟婆媳问题 婆媳问题啊 就是家庭局 或者丈夫有外遇啊 什么的 然后那个太太就去闹啊 突然很想找一下 奈及利亚的电影来看一下 他们那个就是很快拍成 你就觉得说 都没有那种大成本啊 小成本 但是他们拍的真快 重视的是他们的剧情 对 他们就是这种 那印度就是好 保莱坞就是跳舞 家庭局 家庭局 所以他们的这个力量也很大 那基本上奈及利亚的人 真的是很多 到美国到英国去读书的 然后留下来 所以在美国留下来的奈及利亚 人跟英国的留下来的 就有很多变成他们的侨汇的来源 然后对于整个奈及利亚的科技 以后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有点像我们台湾 早年在矽谷 这么多工程师回台湾 把我们搞科学员区给建立起来 所以奈及利亚如果今天 它不是因为这个国家太复杂 太多问题 我觉得这些精英如果回来 奈及利亚是不得了 但它现在的问题比较大的就是 第一个它是刚好就是殖民分的时候 北半部是穆斯林 南半部是基督徒 所以有这个族群之间 有这个宗教的矛盾 然后这三有三大族群之间 语言也不太一样 然后族群认同也不一样 然后地狱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会觉得说 他们的这种分歧 是蛮麻烦的部分 那如果今天这个能够克服 那我觉得就是说奈及利亚会很强 因为你看像东南部的 他这个伊波族 他自认为是全非洲英文讲的最好 可能比英国人都不差的 就他们学到这个地步 所以他们就非常骄傲的 那可是呢他们没有政治权利 所以一直就很悲愤 处于一种悲情状况 那北部的非洲人 他说我们是穆斯林 但我们人口最多 我们权利应该要更大 所以就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 那加上我们刚讲石油也好 或者他其他资源很丰富 资源一丰富就会有贪腐 所以奈及利亚的贪腐是出了名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 诈骗也是出了名 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被诈骗过 我比较难会被诈骗 因为像我们会常常以前 收到奈及利亚来的信 来的就是E-mail给你 他说我是某某某某某军阀的 那我英文不太好所以看不懂 不是他说我是某某某军阀的 女儿或儿子 他说我爸爸在过世之前 有一笔钱存在瑞斯的银行 那我需要你的帮忙 帮我解冻 你捐5万美金给我 所以他们这种诈骗也非常地创绝 他们的诈骗是出了名的 然后说你给我5万块钱 那我们到时候分的时候 你可以分到50万 就真有人 就这一套还是 这一套真有人做 一直在重突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真的就有这么多的 前军阀 把钱放在瑞士放在比利时 所以大家很多人相信 很多人会相信 所以这个奈及利亚就是 如果他把国内的 这个贪腐的状况整顿好 把国内这种矛盾冲突整顿好 那绝对是非洲最强的国家 所以也可见就是说 他如果将来 这些部分都处理好的话 他其实是国力会变强的 非常会变强 他的人才绝对够 就是人才够了 只是你今天 有没有一个环境 一个土壤 让他们能够发挥吗 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说对于 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 对于非洲去旅行 都会有很多的疑虑 因为很担心是治安的问题 老师有没有建议说 哪一个国家 其实是很推荐 大家可以去 然后又方便 甚至呢是可以自由行的 我觉得说小的国家 特别像如果今天我们看到 有一些人喜欢去看 肯亚的这个东湖大天系 肯亚应该还好 那然后再像南部的波扎那也好 或者纳米比亚这些比较看原始的 看这些草原型的地方 这还好 那然后在西非 我觉得加纳也还好 加纳 夏内加尔刚刚提到 这些大概都没什么大的问题 那最主要 像我自己去了非洲这么多次 去了20多个国家 我也没碰到过任何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你要看起来 比较放松 不要那么好像紧紧张张 那你一看呢 就知道你是游客观光客 可是我们毕竟都是华人的脸 没有 可是问题是 非洲有一大堆大陆人 所以他们已经习惯看过大陆人 那我们就是看起来 也没有什么差异 那所以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大问题 但最主要是你自己看 像我去墨山比克 我就觉得墨山比克很好 然后我去钢果 你看在打内战 我晚上还出去逛街 因为内战在好远 刚刚讲过 钢果等于是法国跟德国这么大 那它首都等于在巴黎的话 打仗在柏林很远 所以所以就是说 其实是有些地方是可以去 那然后你稍微要就是 我们叫台湾以前 我们这年代的人说 你照着放亮一点就可以了 没有那么不危险 那老师我们看到就说 其实包括了我们说旅行的话 在非洲 现在是不是也很多的旅馆 也是有一些中国人去开的 对对非常多 所以语言上我们 其实遇到的困难 应该会障碍比较少一些 少很多了 而且就大部分 不管怎么样旅馆 我觉得我们现在 包括你用这个软体 来翻译一下英文的 大概都没有问题 那我自己像我 它是每个国家有不同的语言 还是说当地的语言 还是说像比如他讲法文 没有没有大部分就是 就是英文或法文就可以了 那英文的部分 我最喜欢去南非 其实大家都说南非很危险 可是我去南非 我通常都去住民宿 还可以住到民宿 民宿最漂亮又大又方便 又便宜 那个时候我住最贵的时候 这个大概是六七年前去 我大概是50多块美金一晚 一个晚上 然后是一个大房间 但是这个摄影棚的四倍大 然后有这个就是等于是套房 然后那个布置是很棒 那种过去白人的家开放 他们那种家都很大 因为南非地大跟美国一样 就是美国的类似 美国的大房子然后开放 而南非天机又好 所以外面还有游泳池 那我在那边 他会早上会烧早饭给你吃 问你今天我们早餐有几项 你要选哪一样 然后就选 然后呢给你一张纸头 这上面有这些鸟的名字 然后它外面这个窗户透过去 就是它每天早上 这个树底下 有放一大堆不同的鸟食 有些可能是水果 有些可能是谷类什么 吸引不同的鸟来 然后呢你一面吃早餐 一面打钩看看 今天这个鸟出现了 好惬意 好惬意 真的很棒 南非的民宿 我觉得真的是 像约宝也好 在开普登我住的民宿 都是大到真的是很舒服 但我们通常听到的一些的讯息 都是会比较负面的 就是说你可能家里头 就是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移民到了南非去 他说家里头通常都是要先 准备一些钱 显而易见的钱 让这些如果想要来抢劫的人 可以马上可以发现 然后可以抢走 就没事了这样子 对当然我觉得 你住在那里的人 因为南非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说他们的银行非常有制度 所以你存钱在里头 赚的钱多 你逃税一定会被抓 所以很多中国人为了逃税 都不把钱放在银行 放在家里 放在家里 所以才会被很多人都 当地人都知道 他说去抢中国的餐厅也好 或者他们的家 一定会有现金 是这个缘故 如果你守法赴税 你就没有了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这华人脸孔 感觉好像都很有钱 因为我们到了 不管是法国或是意大利 通常都是华人 比较容易被抢 因为感觉你是很有钱 但是也有一些很奇怪的 我最近一个朋友 从台湾去欧洲 就参加旅游团 他说被抢 我说什么东西 他说手上的名表 我说现在还有人 带这种名表吗 就亮晶晶的 劳力士之类的 Omega这一类的 什么 Rollex 这种什么 我说有人会带这种吗 他说还真的有人带 然后带完以后 这个人被抢了 抢会发现这个团不错 再来抢第二次 真的很惨 那我就觉得说很奇怪的 这个什么年代 现在还有人带这样子东西出去吗 还要穿金带银的参加旅游团吗 通常如果说到那种 治安比较差的地方 我们就会穿的比较朴素 对对嘛 应该是很紧实 比较安全一点 像我自己 我过去就说 我去非洲这么多次 我都是非常 那我甚至有时候出来 在旅馆出来 在外面就跟非洲人坐在地上聊天 问问看他你从哪来 因为南非有很多 就是从其他国家过来的人 他可能在钢火打内战 他可能是医生 就跑到南非来 就各种不同的人 所以你看起来很放鬆 就很放鬆 你也就放鬆 就融入当地 就融入当地的 对老师我们其实我们看到非洲 它自己本身 因为历史上的因素 它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刚讲除了政变之外 其实包含了它 内部也曾经发生的一些 很大的事件 像是卢安达的大屠杀 刚好到4月7号 是满30周年 那因为这个事件 对于当时 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老师是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部分 因为刚好今年 这个星期天 4月7号是卢安达大屠杀 我们也可以说 是一个种族灭绝的 30周年 那当时为什么国际社会 好像并没有注意到这个 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 因为就在当年 也差不多这个时间 南非要举行 就是后种族隔离时代 第一次的总统选举 所以所有媒体的焦点 都跑到南非去看曼德拉选举 那卢安达这个事情 就没有人特别去重视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卢安达是一个小国家 那等到我们看到 卢安达的所谓的 这个大屠杀之后 是CNN在报道 胡图族杀掉图西族 然后图西族 刚好后面 从乌干达这边打进来 赢了内战 然后胡图族怕被报复 跑到刚果 哇我那时候看到的新闻 都是这一段 比较多 就是后面他们离开了 他们怕被报复 在刚果有难民营等等 那可是很少人了解前面 前面那一段 其实它这个人数 被屠杀人数将近有100万人 非常多 就是有图西族跟温和的胡图族 你如果不参与胡图族来杀图西族 那就会被伤害 那这两个民族 这两个族群 其实是信奉天主教 也讲一样的法语 那个语言也算通 彼此的族语也通的 都没有问题的 彼此过去也经常有 这个叫做什么 通婚啊什么都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比利时殖民的时候 他觉得说这个图西族 看起来比较瘦高 比较具有贵族气质 换句话说 就比较像林志玲了 那胡图族呢 就比较脸圆圆的 鼻子比较扁一点 胖一点 就有点像颜老师这样子 所以他就觉得图西族 要把他们培养成为政府的精英 但图西族 只有占15%的人口 所以胡图族在 他们快要独立的时候 胡图族就发现说 哇万一比利时人走了 我们又被殖民了 被少数的图西族给殖民 所以他们就开始杀害图西族 那这个是1959年的时候的事 所以很多图西族 就流亡跑到 不干达 跑到这个坦上尼亚去了 如果以现在标准来看 图西族应该是很适合当模特 对非常适合 瘦高 那所以等到这个 后来经过那么多年之后 又发现图西族好像 他们自己说图西族是蟑螂 打不死 那图西族也觉得很骄傲 我们就是蟑螂 你打不死我们 因为我们是优秀嘛 结果又发现 他们好像在社会地位上面 还又回来了 对 那胡图族就觉得说 没办法接受 就开始屠杀 开始进行屠杀 然后这个屠杀的结果 就是等于是屠杀了一半 图西族的人 图西族 经过了乌干达的鼓励之后 回到打一个内战打赢了 那把胡图族赶走 对 那可是在这个之前 就因为这个族群的不同 被比利时人所区分的 这样的一个不同 让他们一直有矛盾 就是等于社会地位也好 教育也好 或者是这个整个在 社会的认知上面 他们好像是比较优秀的 所以才会发生这个矛盾 那这个矛盾之后 那这个新的图西族总统就说 我们要把这个标签给拿掉 我们不要有图西族了 我们不要有糊涂族了 我们都是鲁安达族 我觉得也对啊 为什么 为这两个名字许的不好 糊涂就糊涂了 图西族就像Tutche 所以一个就Tutche 一个就糊涂了 然后就互相杀 那如果我们大家要看这个电影 就最出名叫卢安达饭店 那个电影就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大部分对于 卢安达屠杀事件 都是从这个电影里来的 那然后还有很多的书 介绍这个卢安达的屠杀 那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 后面有法国的背景 就是法国在力挺糊涂族的政府 那所以图西族 后来跟法国就搞得不太好 你知道最后结果 现在卢安达一个法语国家 是加入大英国协 这真的是 我觉得蛮好玩 你看那个非洲 刚刚提到墨山比克 他是葡萄牙语的 他说我旁边都 你看那个葡萄牙语国家 在这里 墨山比克 绿色的对不对 这边都是讲英文的 他说那我干脆加入大英国协 这一起进去 他也加入大英国协了 然后卢安达在这边 那么小小的 他也加入大英国协 我一看到说 我说台湾也可以加入 我们讲英文的人口 比他们还多 所以这个是非洲 也真的很有趣 蛮有趣 你看两个法语国家 跑去加入大英国协 对 我们以后 因为实在太多国家 可以讨论 待会我们以后 也希望老师多多 来上我们节目 来跟我们讨论这个非洲 所以我们讲到 罗安达屠杀 然后你就讲到 现在南非对以色列提这个 在这个 所以大家也觉得很奇怪 就是南非 为什么要替这个巴勒斯坦 来控告以色列种族灭绝 因为看起来就是南非跟这个中东 似乎也很远 很远 然后有什么样的关联 没有什么渊源 南非为什么要替这个巴勒斯坦人讲话 我想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我们就因为从卢安达种族灭绝 谈到以色列种族灭绝这个议题 因为种族灭绝在国际法里头 是应该可以由外地来介入 就是有一个法 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概念 有个概念叫做R2P 英文那个R字母跟2 然后加上一个P 什么意思呢 就是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有着保护的责任 我们通常尊重任何一个国家 国家的主权 你绝对不进去管它 可是当你屠杀你自己人民的时候 国际社会不能做事不管 现在是有150多个国家 签了这个公约 所以南非是特别重要 但南非跟以色列 都是有加入这个公约的 所以他提这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南非自己 过去是种族隔离的 他觉得你现在 以色列做的这个东西 就是在搞这一套 种族隔离嘛 把这个巴勒斯坦的 就是局限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已经克服了种族隔离 现在是一个彩虹国家 那他觉得说 这个有点道德的高度 以我的经历 以我的经历 那我来谴责你 这是绝对可以的 那我觉得南非做这个事情 然后刚好现在又骗 因为我们讲说种族灭绝 不仅是就说是这个真正的杀了人 然后还有文化的嘛 你看包括普丁进公路 那个乌克兰东部的时候 他也说乌克兰在搞文化种族灭绝 因为觉得乌克兰不让这个俄罗斯人 讲俄罗斯语了 然后要就是消灭一些文化的东西 那这个也叫文化的种族灭绝 所以这个尖利塞就蛮广的 那包括以色列人 不仅是今天当然我们讲 屠杀了很多的巴勒斯坦人 但是更重要的 整个巴勒斯坦的文化或等等 都没办法发展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就是南非以一个第三世界的高度来提 那没有任何的就是像欧洲国家 德国就很惨嘛 德国因为他自己是屠杀过犹太人 他不敢去谴责犹太人 谴责以色列 那美国更是受到这个犹太的影响 也不会这么做 所以只好我觉得大国之间也很尴尬 觉得说今天如果跟以色列这个议题 要是对立的时候 美国一定会很那个 那结果反而是由这个南非来出头 所以我觉得非洲以后在国际社会上面 有一些的角色是可以扮演的 就是我跟你们都大国没有那种拉扯 地缘政治的影响 但我有一些想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南非提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提 所以由此可见 就说非洲在未来在下一个世纪 它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在地缘上 然后包含它的整个的发展上面 会是不容忽蓄的一个大陆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它的人口红利 确实是全世界只有它有的 对老师我前两天还听到一个笑话 就是说如果人事会转世 会有下一个下一辈子的话 有人就说我们下一辈子 如果再转为是人的话 你很可能就是个黑人 因为你很可能就是非洲人 比例会非常的高 因为到时候可能整个的 全世界的人口中 这个非洲国家的人口 会站就是最前面 对因为我们看印度 现在是第一大国 可是现在印度的人口 就是他们一般家庭 也没有生那么多了 跟非洲比起来 是稍微差很多了 所以非洲持续 这个人口红利的成长还是会 而且再加上现在的医疗 包括我们讲艾滋病啊 什么等等 越来越能够让非洲的人的 平均寿命也拉长了 所以这个人口红利 我觉得会对非洲带来很大的 一个这个复兴 对 不容易小觑这个非洲 在将来的一个强大 这个部分 那今天非常谢谢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非洲 那希望以后有机会呢 持续来跟我们讲一下 这非洲其他的国家 因为非洲其实我们 真的不是那么的熟悉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故事 很多的现在的非洲的现况 值得我们好好地来讨论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也欢迎大家呢 那在看完影片之后呢 不要忘记的帮我们按赞 然后在底下留言 最重要的 将我们的影片分享出去 感谢收看 洪流洞见 我们下次再会 我觉得手机挂式最重要 就是要轻巧 在身上不会有负担 然后又很方便 可以随时呢 可以拿起手机来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现在几乎手机都不离声 好 那那个Live 我非常的有趣 就让人家觉得是 我随时在线 很on air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是可以移动的 就是说会跟着你的衣服啊 它的长度 然后来做移动 因为长辈呢 有时候手忙脚乱的东西 要拿很多 不方便 其实我觉得如果挂在身上的话 对长辈来讲 随时它就可以拿起来使用 然后第二个我想要推荐的是 我的登山的好朋友 因为登山的时候都很想要拍美照 但是呢 有时候你又要拿登山帐很不方便 可是如果有挂绳的话 其实它就可以随时拿起来拍美照 然后呢随时可以来 继续的登山